王大向 嗨 嗨 又是我 嗨 他介紹了可能有些人認識我 我就是在獄院的時候 就在灣仔的街頭 就有些人說我一個人渴退了警察人 很棒啊 其實一直的運動我身影都在這裏 不過有時大家拍到或者拍不到 或者有時在街頭那裏 你都不會認得到我 很簡單 那所以 其實今天我不是一個音樂人 但是 我來到只是跟大家想說 我們會在26號 去Bossing Day 晚上7點至9點 會在沙田石門 的一間王道爆的一間餐廳 Explorer 那位老闆 是托我過來 跟你說的 因為我是幫他手 去搞音樂會 而已 那這位老闆 他都很有心的 我跟他在抗爭裏面是認識的 那也都是 其實他除了一位大廚之外 他呢 他都是 不是一個汽車維修員 他是一個DJ 他本身是一個DJ 他是負責打碟 出碟的DJ 這個是他的興趣來的 所以他都是一個音樂界的一份子 所以 他就會很 決心很想搞這個音樂會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 這個都是老闆 他跟我說 他想要給大家的訊息 就是 他要搞這個音樂會 就是說 告訴大家 就算 差一點點我們光復不到 整個沙田 我們光復不到第二 但是 都要告訴大家 這個區 其實不是藍的 是黃到爆的 其實 他也都很希望 就是告訴大家 音樂 才可以令到大家connect 音樂 才可以 有音樂的地方 才有人群的聚集 而繼續 我們會繼續 carry on 一直 繼續 這份精神 直至我們勝利為止 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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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就說 這幾年 都有些聲音 就說 音樂這些東西 就很 大愛包容的 甚至乎 去到一些很negative的形容詞 就是 阻 什麼 這樣 但是問題 我也想說 在歷史上面 音樂從來都是抗爭的一部分 因為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其實很大部分 小時候很大部分 國歌是不應該存在的 因為 很多的國歌 正正就是 反映了人民 在苦難裏面 在劫難裏面 他們的 犧牲鬥爭的精神 是不是 各位 包括中華人民的俄國國歌 包括美國的國歌 如果大家研究了美國國歌的歷史 就是講到告訴大家 是怎樣來的 就是當年 和英軍打仗的時候 激戰了一夜 然後 這位作者 早上起床 真是黎明來到 他見到的 豎起的 就是美國的色調旗 而不是英國國旗 他就很激昂之下寫了這個詞 然後就把這個詞 再配上另一首曲 變成今天的美國國歌 所以很多的國歌 其實都是來自於 人民 在苦難裏面 很多時候 是和政權的一個鬥爭 而寫出一個 這麼偉大的一個精神 那可能 在這裏 我都可以講回我少少 還有點時間 可以容許我 那我講回少少 我自己雖然不是音樂人 但是我自己聽歌的一些歷史 在小時候 然後 令到我很震撼的 就是 我當我看 Pink Floyd The War 這部戲 連著 他的歌曲 是能夠令到我 很啟蒙的 那個時代 然後 我 到我少年的時代 其實我聽很多的歌 包括 即是本地 有外地都有 包括Beyond 包括 崔潔 一無所有 最後一槍 接著就已經到八九民運 即是在這裏容許我 數少少 中古 軟古的一些歷史 今天大家 理解八九年民運的歌曲 可能只是自由化 但不是我告訴你 當時那個年代 最能夠 黑壞人心的 是香港 是 媽媽 我沒有做錯 悄悄不再面對 甚至是 之下血液的風采 依然是 留在 每一代抗爭的人的心裏面 包括現在 在中國大地裏面的人 然後 接著我去到外國 接著我聽很多Rock and Roll 接著我很想說 Rock and Roll 這個最原始的精神 根本就是反抗 所以 今天 本地有一些Rock Band 如果它是唱維韻歌的話 對不起 我不可以形容 你是一個Rock Band 你極其量 只是一個 握字 那個握字是廣東話 還有 Rap 在美國 根本當初就是一些 在街頭的那些黑人 其實在宣洩 他們都社會不公義的那些不滿 所以音樂 從來都是抗爭的一部分 抗爭不可以沒有音樂 音樂 音樂 本身就是抗爭 是嗎 是 所以 都容許我繼續宣傳一點點 在這個整個陰影音樂會 在26號 在Bossing Day 晚上7點至9點 我們是請了一些 後任的沙田區議員 有幾位都有 雖然很遺憾 我們不可以令到沙田可以全黃 好像大埔一樣 但是不要緊 我們都有很多很多後任的區議員 是我們的同路人 我們的手足 會 輪流發言 當然 就是不可以缺少音樂人 我們會有 basking的部分 會有幾隊 basking的樂隊 亦都有rap的部分 有rapper 會表演 所以希望各位在Bossing Day的時候 都可以來到沙田石門 經濟廣場那裡附近 那 一起參加這個音樂會 那我們就是繼續 聚集人群 繼續 很多人問 現在這個時候 我們還可以做些什麼呢 或者要答 做你最擅長的事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 你的威力可以是多大的 尤其是音樂 對不對 各位 謝謝 謝謝 謝謝